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孟良使個調虎離山計 放火燒作一間佛樓 衛士見到趕快打進去救火 趁著人亂的時候 孟良在窗口跳出去逃跑了 這個時候那邊就喊著竹刺啊 這邊就喊著回來救火啊 那整間皇宮就亂了大龍 孟良一路飛奔跑到御馬鵬 遠遠就見到四五個馬夫 在那裡銀高腳猛地望 孟良走過去 那些馬夫就問他 喂喂喂 蔣哥啊 後面什麼事啊 有刺客放火燒佛樓啊 哎呀 哇 得了的 我們快點去看看 沒錯啦 你們快點去啦 這幾個馬夫都還沒有動 孟良幾步就衝進去馬鵬 玉琦麟是單獨運的 孟良來到玉琦麟旁邊 一解開僵繩 一手執章飛身上馬 然後一拳打到馬的板立上面 痛到寶馬一聲大叫 就勃命地飆出去 那幾個馬夫見到莫名其妙 就大聲地喊說 喂 蔣哥啊 你騎筆馬走去那邊樹下 這麼快去投胎啊 孟良轉身 哈哈大笑 他說 哈哈 我要回去邊關了 後會有期啊 騎著馬一隻 向著宮門那邊跑過去 馬夫見到莫名其妙 真是傻了這樣站著 什麼事呢 這個時候聽到後面有人喊他們了 喂 你們有沒有見到刺客啊 刺客就沒有看見了 就見到張高騎著玉琦麟走了 哎呀 張高就是刺客啊 快點抓住他 什麼呀 張高就是刺客啊 去抓他啊 那麼在前面攔截的人 就越來越多 玉琦麟咚咚咚咚 幾下就把前面的人撞到一扑一扣 就出了宮門來到大街 啊 孟良高興了 因為這次就沒事了 騎著馬就飛跑 跑一下跑一下 眨眼來到北門了 哎呀 閉家火 什麼事啊 這件北門的兩側 無數軍兵就高高舉起燈籠火馬 手執刀槍就戒備森嚴 城門就刪到殺死 但孟良想 這次怎麼算好呢 前無去路後又追兵 突然間 城門打開了 奇怪了 誰開城呢 不理他那麼多 誰都好 出去再說 孟良是趨馬快跑 穿過城門 一眼看到楊白狼 啊 原來是他 孟良對著白狼揽襲手 就打馬出城了 一出城外 孟良就好像交龍入水 孟虎歸山 一路上 就似著那個腰牌 跌跌都不免得闖過了 遼國二十八道連營 一路來到河邊 找到那個餘夫張毅 將那個腰牌都還給他 張毅問了 喂 奉發到手了沒有 謝謝你幫忙啊 老長 奉發到手了 那些遼兵如果盤查你 問起腰牌的事 你死都不要回應 將來我們還要求你幫忙過河 咔咔咔 將軍上船 於是孟良連人帶馬上船 張毅撐了他過河 回到哪關 他們就不說他 孟良回到瑞府門口 叫衛兵進去報信 趙鎮 楊興 朗千 朗孟 這次幾高興出來迎接 楊宗寶押問梁草剛剛到 也出來接他 這次孟良國自己都拿了威 掩空特土 鬆口鬆臂 大搖大敗地走進去 趙鎮走過來迎接他 都假作看不見了 趙鎮走過來 二哥辛苦了 八王爺叫我們來迎接你 孟良擺擺手 不用多禮了 楊宗寶說 二叔辛苦了 質疑有禮 楊興看見他這個樣子 心真好笑 他就說 幾天不見 原來你雙眼長得上頭殼頂 不認識人 中寶 趙三哥 不要管他 我們走 回到裡面告訴八王爺 說孟良還沒回來 趙鎮和楊中寶轉身又要走 孟良一手抓著楊興說 不不不不不 我現在不進來了嗎 楊興笑了 你呀 喂 鳳發偷到來沒有 怎麼偷到鳳發 你看 我還拐了一匹步馬回來 他一邊講一邊走 來到大廳 八賢王 老太君 淫道安在這兒等著 孟良把鳳發拿出來說 我回來 像不像 不像 今天才是第六日 孟良把經過告訴大家 大家笑一面誇掌他 淫道安拿著鳳發 又問八賢王拿了三條鬍鬍 這就是龍鬍鬍 然後拿出他在深山採回來的三十六美藥 和陸郎和扣准醫病 楊陸郎和扣准兩個病 自從把迷魂藥餅拿了之後 就要好轉 每天為湯水他們也能勉強喝下去 現在拿了鳳發龍鬍泥 用火焚化了 混在賤好的三十六美藥裡 就被兩個人喝 喝了大概一頓飯那麽長時間 若你咋咋地走開 只聽見兩人的肚子 走淚地響 出了一身大汗 到了晚上 嘩 這麼快 病完全康復了 有人會說 是貴人 用貴人的病病就能治好 這是迷信 說說陸郎好後 長嘆一聲 唉 我真是兩世為人 起身多謝師傅淫道安 多謝孟良 購准醒來問王強的事 大家告訴他 王強已經押戒回京城 他亦放心 任道安見到購准和楊六郎的病已經好了 告辭走 大家還留也還留不住 現在講楊六郎 他這幾日 沒事就活動一下身體 打拳 連一下槍 身體復原 他原來騎開白龍區 這個時候還在東京來 他擔心沒有一匹好的戰馬 因為我想派人去選 孟良就說你不用去選了 我在遼國 和你偷走匹回來 你來看看好不好 楊六郎跟著孟良去馬鵬看 哇 好靚馬 好 你這筆真是波虎馬 六郎 六郎 這匹馬 有個名字 叫做一字版能玉麒麒麟 從今天起 就算是你的 六郎 他又將偷馬的經過 說給陸郎聽 楊六郎說 兄弟 你拼命偷回來的寶馬 我不能夠要的 千里馬要給英雄騎的嘛 我亦不配騎他 而且這匹馬是白色的 我不喜歡的 送給你了 我還是騎回我這匹紅馬 恭敬不如從命 六郎多謝孟良就收了這匹寶馬 這一日 楊六郎升將 召集重將官來到商議軍程 有個軍兵進來報告說 遼國派了一個使者送信來要求見元帥 楊六郎就吩咐請他進來 沒多久 軍兵帶了一個遼國將官進來 這一員遼將二十七八歲 精神逆逆 講一口流利的中原話 問他的名字 他叫做耶律帝 他參見過楊延超楊六郎之後 呈上兩封書信 楊六郎接過來看 這一封是蕭太后送給宋真宗的戰表 另外一封就是韓賢壽寫給他 楊六郎拆過信一看 裏頭的大意 在九龍山飛虎遇 就擺了個大陣 要楊六郎來打陣 如果破了這個陣 蕭太后就退出歐洲 願意交納韓書就永不興兵作亂 如果破不了陣 就要宋朝退出三發 黃河以北 都是歸遼國所有 從今之後就遼為軍送為臣 那就要楊延超回方 還是日期去觀陣 楊六郎看完信就在想 遼國擺陣的事已經聽孟良和任道安說過 知道這個陣十分厲害 日日夜夜為這個陣擔心 現在韓賢壽派人送信來叫他觀陣 心中無數 他想了很久才說 耶律帝 你回去轉告韓賢壽 就說本稅馬上周明朝廷 請他等候本稅回音 講完 叫軍出拿了十兩銀照給耶律帝送他出城門 跟著楊六郎拿信去見八賢王 八賢王看了就立刻寫封奏章 連遼國的戰表一起派人急馬送去京城 等聖子下來再行定奪 年面好幾天 楊六郎都在想辦法 他想 我所看過的兵書 就知道有長蛇陣 金龍陣 四門陣 五方陣等等 從來沒有看過有天門陣 楊六郎又去請教他的母親蛇魯泰軍 連蛇魯泰軍都說沒有聽過天門陣 又和眾將官研究 始終想不出一個好計策真是毫無頭緒 這一天 宋振中的聖子到 命令楊延超率領人馬攻打天門陣 保衛江山社職 翌朝 楊延超派人送信給韓延壽 留下蛇泰軍守城 自己是帶著眾將官出發去觀陣 身為邊關元帥 為國有宅 不懂得打 去看看才要 我出了邊關走去九龍山非虎域 總共大概六十里路程 楊延超他們走了三十多里 來到兩國交界的地方 只見遼兵遼將把守路口 因為韓延壽的命令 通知過送將官陣一直放行 所以 遼兵遼將沒有攔阻他們 楊延超他們很快就來到九龍山前 楊六郎走上高波去說遼望 九龍山很高大呀 氣勢磅礡呀 九龍山是方圓數百里 千幾個山頭那麼多 主峰是九座 遠遠望過就好像九條惡龍搖頭 擺在地下 因此 就得個名叫做九龍山 在九龍山口兩邊 半山坡上扎著牛皮帳篷 牛皮帳篷多到一眼看不到哪 道路正中間 打橫地擺著木頭欄杆 有些軍兵將路封死了 平時不是說看看天門鎮 這個營寨就過不去了 楊六郎正在四處觀望 忽然見山坡上面 咚咚咚咚 響起三聲大跑 跟著衝出一標遼兵 當中一枝紅旗上面 斗帶一個白字 旗下一元將官 身高仗義 烏金甲烏金規 面如黑坦 手執了一對奔鐵錘 一看來就知道是元猛將 這個將軍大聲地喊 太 來的是不是楊元帥 沒錯 將軍你是貴姓 我乃是大廖國 韓元帥手下大都督 白天龍 同名震守山口 楊六郎想 將來打天門陣 這道山口就不容易通得過 我早已聽說這個白天龍十分勇猛 將來要想打陣 首先就要殺了他 就在這個時候 看到山裏面遠遠塵土飛揚 緊接著在山裏面飛跑出來幾十匹戰馬 好像一陣旋風來到楊六郎面前 當中一元大將勒定戰馬 大聲地說 楊元帥 別來無讓啊 楊六郎一看 原來這就是韓元壽 三年沒有見韓元壽也變了樣 眼角添了咒紋 胡蘇也開始見白了 這三年 韓元壽為了擺天門陣真是廢盡心機 楊六郎講的拱手說 韓元壽 今天我們來觀陣 好啊 不過我們事前要講清楚 這次我們是以陣來比輸贏啊 韓元壽 你作得主嗎 本壽當然可以作主 楊元壽 楊元壽你呢 你又能不能夠作得主啊 韓元壽 這件事你不能夠怪得我 當初你鎮守邊關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進兵 後來聽說 你被朝廷殺了我這樣才起兵而已 誰知你使用搞計 擺出個牛皇陣 擺出個牛皇陣殺傷我大量無辜的軍軍 你炸死了命 呵呵 亦不見得點光彩 楊元壽 楊元壽 今天我們擺落天門陣 不但要報瑞州之手 而且還要奪取宋朝的江山舍跡 楊元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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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息時無的 就隔一甲歸田 保住你半世英明 你如果不知好丑 敢來打陣 必定落得個新敗名列 說不定 你會在陣內身亡 呵呵呵 韓元壽 你不用說這些說話來嚇人 讓我先看看 好呀 楊元壽 請你跟我來 白天龍將面旗仔一揮 遼兵打開路上的欄杆 讓他們過去 白天龍陪著韓元壽在前面帶路 楊元壽雄領重將官在後面跟著 走進九龍山 轉彎抹角來到飛虎域 韓元壽勒馬放慢將步 他說 楊元壽 請看 楊陸郎一邊走一邊看 哇 好險惡呀 入了飛虎域 地勢越來越高 兩邊都是懸崖峭壁 走得有五六里了 只見在右側的石壁上面刻著三個大字 飛虎羽 過了這處再向前走 楊龍郎不禁道吸一口寒氣 原來來到天門鎮口 各位 天門鎮究竟怎樣 欲知後事如何 且請下回分解